在公元二世纪 有一位基督教的神学家 特土梁曾经讲过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这句说话用在中国教会的历史 十分之合档 第一位殉道的中国基督徒 是在一百多年前的车锦缸 在他之前 虽然也有中国的基督徒 因为忠心信主而死于监狱 财告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 不过因为主的真度而受酷刑致死的 车锦缸是第一个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人对外国人十分之敌视 而基督教就因为跟随阳教传入中国 所以受到排斥 中国人之所以排外 另外一个原因是迷信偶像风水 而基督教所信的是独一真神 所以有很多地方的官身名流 因为自身的权益受到威胁 于是乎从旁煽动 散播对基督徒不利的谣言 车锦缸是广东伯罗人 有一次遇到一个发卖圣经的人 从而受到感化归顺基督 在1855年 车锦缸去到香港 遇见英华书院的校长李牙角牧师 被接纳成为伦敦会的会友 而当他回到伯罗之后 就向同乡传福音带领多人信主 之后他每年都带信徒去香港 在那里受洗归主 车锦缸也都跟他的朋友 合力毁坏乡间的偶像 破除迷信 因为他努力传道 引起乡身的憎恨 想要杀他 这些人疏败当地人驱逐基督徒 而地方的总督更加怨红 买凡是帮过外国传教士的人的人头 在1861年 有一帮暴徒将车锦缸 拉到附近的乡村 将他绑起 吊在木梁上足足两天 并且施以酷刑和侮辱 不过他仍然坚守信仰 这帮人后来将他押到江边 一再要求他反叛基督教 车锦缸令死不屈 最后遭到杀害 他的尸骸被遗弃在江里面 这一日是1861年的10月5日 此后暴徒扬言要烧光基督徒住的乡村 结果信徒四散逃亡 直到这个反教的风潮平息 才陆陆续续回去他们的故乡 1863年 得到当地信徒的捐助 在伯罗城外的乡村 建了两间福音堂 车锦缸虽然已经释怒归主 不过上帝的工作仍然继续 由车锦缸的侍姐可以看到 中国的教会 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 萌芽成长 而信道者的血 就成为教会的种子 车锦缸是第一粒种子 此后有无数的信徒 为了持守信仰而牺牲 而他们的牺牲 就令到中国的教会发芽长大 我们同生祈祷 慈爱的天父 我们为古今中爱 坚守信仰的基督徒 感谢赞美你 为了回应你的爱 他们甘愿牺牲 将真道传开 使教会得以成长发展 天父啊 今天的基督徒 会面对不同的迫迫和攻击 有些是身体受苦 有些是心灵受创伤 或者受歧视 求天父令到基督徒 可以凭着信心和忠心 站立得稳 治愈主的儿女 也会面对各种生活上的困难 疾病和缺乏 需要靠主得胜 求主兼顾我们的信心 今时今日 世界各地有不少的华人移民 他们要适应陌生的文化和社会 受到多方面的压力 求主使在他们当中的基督徒 能够坚守信仰 至于未信主的能够认识你 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疑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 全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